陈家尚这人昨天才… 等等我先挤电 不是很够电 好 陈家尚是什么事呢 我刚才才看到 原来这些新闻就是昨晚出了 即时新闻 高等法院陈家尚不是陈家尚 是判辞司法抄袭 需要重审中院和高院首席法官严肃分界 大家认为分界够了吗 杀了他吗 不用 是终身制的 是吧 当然了 怎么呢 出去做律师 基本上就是应该自己辞职的 因为保障了他 不会因为政治理由 没有政治理由啦 政治理由他懂得做 做了国安法官 政府要求的事情他做足啦 是吧 可能都要留他做一些工作啦 等于你不要以为张举能是好人 他特意升了郭伟健 他是财政司啦 记不记得 郭伟健是操场情操的 那个 跟着张举能呢 前任是马杜立就说 喂 告戒了他 不要啊 戒多政治意见啊 那么就叫他審Family的嘛 那怎么不知 怎么不知 这个张举能 调回他審 審些暴动案啦 然后贪他够重手啦 不是重手啊 闭上眼了 这样呢 然后再叫他審这些 涉及国安这些 那么就要人做dirty job啦 是吧 那现在做完啦 做完不需要他啦 那么是阻头阻势啊 好了 最敏感的那件案在昨天 昨天大家都知道啦 陈家迅负责这个 我这个在吴过 这个听这个 这个臨定国的 啊 啊 啊 荣光归香港的 的压制令 申请啊 這個了啊 那么一般以为昨天已经 erklären了啊 昨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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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隔天这些这些就那些的 现在又叫他改那個 你看到我都说奇怪 帮他教他怎么改 怎么改好他的字眼 等他判的时候 你要按到哪个 哪些人 诸如此类的字眼不可以不清楚 诸如此类教他 所以我知道是会721 认识721那天开審 是不是 721那天才正式再听 是不是 因为共方要改个上高点东西 还有再准备好一点这句 是不是 就是改个字眼 禁制令的字眼 改个字眼的意思就是搞到它完美 適当禁制到这些东西 我们正在非常关注 相当不妥的时候 相当不妥的时候突然间就出现这个事件 就是这个 这个新闻就是说 就是说 陈家迅被训斥 我看了这件事件之前 其实事件是什么呢 就是他有个判词 陈家迅2021年说 21年 升州药业侵犯黄道益活乐油商标 商标问题 升州药业上诉 我都奇怪了 提出陈家迅的判词98%是抄字 原告的书面层次 即是他根本懒 其实是懒的 总之他认为 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东西 就升州药业 原告就是升州药业 书面层次就全部抄了他 没有一句完整事据是自己写的 98%很过分 照抄 当然他是认同控方的 即不是控方 起诉一方 即是告人一方 升州药业 王道益就生气了 是不是 喂 即是你抄了那些控方的 即是说现在呢 现在好 进步了 没有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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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定国那些字就照搬了 和他改善 改善 改善他的字眼 让他更加稳固 这个这么正 是不是判定呢 所以昨天虽然很多人很开心 我看到是不妥的 我也算是敏感 我昨天的评论都是 大家听一下 我觉得他会判 但现在有转机了 这个转机就是可能他根本不能再 即是会严重被质疑 这些就是张举能这些玩两手 昨天 不知道为什么了 高院上诉庭拼入半尺 抄袭到林定义相信他有独立思考处理案件 当然没有了 国安法官審唐英建案 于是被点了名的 这个陈嘉迅 他也很危险了 我是他就快退休了 离开这个 借楼借路了 自己炒自己好过了 离开这个厨房了 是吧 这个人没有独立思考处理上诉案 幸好吧 幸好 终审首席将举能和公院首席法官潘兆初 就是说 严肃分界分事 你不可以这样的 当然了 明白了 当然不到你不明白了 但是我们一般人 这些新闻大家要跟随一些 虽然我们 当然我们不喜欢这个人 因为大家都不喜欢他 因为这个人闭上眼 唐英杰我 人家十年八载了 帮共产党做国安法官 不要紧了 你独立些做事 不是 闭上眼睛 什么YES YES 对共产党说YES的官 不妥了 好了 幸好 又见了 为什么四十七人案 本来他有份 突然间身体不惜退出 换了陈仲恒 换了陈仲恒 那些名字不准不要紧 大家大约了 陈家迅就是因为他指定法官 但是临審的时候 为什么叫他做呢 都是因为方便 觉得这个人叫就做 懒了 很糟的 没细心想 终于是民事案 但都涉及其实人事 我知道不要乱来 你唐英杰没有钱请职的律师 是不是 那你又不给法官 是不是 自己有法官都不能做 那他直接放弃上诉 他又没有司法公义都没有了 但是你知道 我不管你这个黄道益 升州药业 这些卖药的有钱的 当然是请最好的人研究 然后人家一看你的判词 对对控方的那个陈词 竟然是一样 你照抄控方 照计算是很酸的 而且被人看到的 他竟然这么求乱奇 这个人是有问题的 这个人家述 还有就是 你知道大河现在用电脑的 其实可能将来都用电脑 看那些判词 有几多成的抄习 将来有这些 现在大学有的 不是现在有的 几年前我教学书那时有个软件 叫大家用软件 经过软件交功课 用work file 他立刻已经看到有多少%是全创 即是说都可以 你抄都可以 问题是 我做老师就要看他有多少% 那你给他分约了 哇 你想一下这个 陈家迅 常识都有问题 你不知道 不用用电脑 我上搜 我当然看你的判词 我当然看你的判词 一定看了控方的判词 控方的陈词 控方的陈词你竟然照抄 只是这件事一讲 巴菀斯一定要审过 还有这个官根本就不应该做下去 是不是 喂 如果大学里面你抄就可以抄的嘛 即是你的degree是拿回 给了你也拿回 那这个人其实这样就已经不专业了法官 是严重的错误 严重的很严重 虽然没有一个law 或者你怎么样 法官是 除非好像杀人那些刑事案 否则的话基本上是不会 尤其是犯错误 审判犯错误 这个是审判犯错误 但是这个错误非同少 如果你是民事刑事都可以的 可以的 即是严重侵犯别人版权 侵犯知识产权 有刑事条款 卡比巴克是有刑事的 当然他这个不是刑事的 但是你害到别人很大件事 可以是刑事化的 即是他犯的错误是接近刑事的 这个是你 法官 而他不是什么错误 我认同了 那就照抄过来 那这件事已经不应该再做法官了 没有想过那件案 我打算判你赢就抄了你说的那些东西 这样做法官是不妥的 我见过有些法官都是很衰的 但是他会抄 会抄就说明这段是抄控方的陈词 跟着辩方陈词是列出来的 这样是合理的 你大量抄都不要紧 但是你要列出是控方的说法 辩方的说法怎么博 为什么我要贴辩方 不贴辩方 民事就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这些判词里面 就像如此 现在司法抄袭 做书都吸引 是很严重的 我希望他就快些辞职了 因为你现在辞职还可以做的 否则的话被制裁这个人就带着道理 还有你被制裁 共产党支持 你就很没面子 这一刻玩得很承认的 也都见到老共 老共虽然要求你们的官方帮他 但是又没有答应过你任何事情 是不是 就是亲共也好 你要亲得有些专业性 就是要知道你是对还是不对 有没有足够的理据 如果你闭上眼睛 共产党每个都想亲我的 不行的 没有水平就可以了 所以有这件案之后 7.21是否要继续審下去呢 是不是 我就不会质疑他 没有啊 没有啊 就是你可以有两件事 老共如果继续支持他 就是 将他可能就好了 那他做吧 那你自己想吧 反正你这个 名字抽了到时你被制裁 不断抗议一下 人家可能会炒作的 国际会炒作的 这个官有这样的错漏 诸如此类 这个官是闭上眼做事的 没有独立思考的 当然了 大家看到这些我们不喜欢的人坏了 我们当然要高应了 但是我更加关心就是到这个案 7.21到这个临定国的案去審的时候 是不是还是他 就是如此 现在是找其他官去審的 抄袭 大家应该检视他 都不用了 外国朋友 他被点了名字了 他審这个 唐英杰案等等 他里面那些 那些态度等等 我们密切留意一下 监察吧 是不是 重要的 所以有人要监察这些 不好过法官的 我们正式提起要求他不要審这个 不是 不让他審了 而且也不要再審下去了 那个什么 为什么安排他做呢 可能都是陰陰濕濕的 安排他这样 你们安心吧 是不是 跟着爆他这件事 同日爆 即爆 难道不知道准备爆他 但是叫他去審这个 林定国 国仔 我醒你啊 这件你有信心啊 这件多数批你的 跟着他在審的时候 这件激于叛徒 我也介绍过啦 即是兵法来的嘛 你过何过了一半才打散你呢 你就扑街了 是不是 你这么轻的嘛 现在就是激于叛徒 就半路中途一下就拼下去这个 陈家迅那里 那里 马道林原来 张举能 张举能都有两手的 这个阿哥呢 玩政治都是有些水准的 因为他搞得了 坏了老公不要再搞这些 这些什么荣光啊 禁制令啦 不单只搞到香港人啦 又搞到国际啦 经济啦 那你还要知道 还要知道就是影响香港经济 这样啦 但是呢 律政司是不是有黄的 律政司里面是啦 好 讲完了今天 我们看看有什么留言先 留下做法 关注我良心啊 阿爷给大够钱 是不是呢 是啦 不过要被人制裁自己想啦 是啦 这样 怎样才被爆假供货 其实很容易爆出来 很正常的 如果我做上诉那边的 你一定看完文件 我一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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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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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头去到一半就突然爆了这些东西 哇 你可知 可知这个 现在就好看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趣的 因为你要知道这些 他们这些很阴湿的 这些官员都很厉害 别人不聪明 那你 两头到岸 现在究竟你 我想他自己不做的 找个第二个官去推翻他 起码最好就是 最好就是林定国收回 不想判 收回不要申请这个制令 我想背后很多力量在这儿互相牵扯 我纯粹就踢爆这些东西 我看到的 分析一下踢爆一下 陈家迅闻到焦味 今时不脱鹤 就拼命了 以为老共肯照他 老共又不照 到这个时刻 自炒 我觉得他是要自炒的 应该辞职的了 没得谈的了 就是这些 你很没面子的了 以后怎么办呢 以后你那些案单单单单人家上诉 人家上诉就说原审法官不用脑的 你看他 这样 违反校规就是了 校规都踢出校了 没有的了 所以这个最好东西都是我说最好意心的 因为他昨天才审完这个林定国案 跟着林定国案 跟着就好 黑夜 这个是好消息 大家应该表示乐观 欢迎这个消息 今天两单新闻都是挺开心 令人开心 希望每天都有些令人开心的新闻 本来还有些要沉重的 还有些案有些题目的 好了 算了 玩了这么多 其他还未准备 待会做短片 多谢大家 明天见了